针对游信参选所指控的内容 本人在此再次的强调 游信参选所指控的内容都不是事实 该照片是本人在十多年前 未婚而且在朋友的庆生会上的一场聚会 那么在场的女性也是朋友邀约的朋友之一 游信参选为了个人选举所谓的不实指控 以伤害本人生育跟形象 本人要求游信参选人立刻道歉 本人也会在围请律师完整收证之后 立刻加以提告 另外本人也要请游信参选人自行举证 本人有哪些预举的行为 游信参选人必须自行举证 包括所称的所有的人 人是实地物以及照片的缘由 请游信参选人必须要自己说明清楚 如果 如果游信参选人可以举证出清楚的人是实地物 本人立刻辞职 如果没有的话 请游信参选人立刻退选 另外本人也要再次请游信参选人自己说明的是 到底你所声称 说本人指使是谁收买了你 请说清楚 人是实地物 不要这样恶意的指控抹黑 如果说 如果你连这个都说不清楚 也请游信参选人退选 以上是本人的四点声明 谢谢 这样的一个二职的行为 只是为了自己的选举创造声量 这样的政治人物的动作为了选举 他不应该在台湾盛权继续持续 我们也会采取法律行动 游信参选人所公布的这张照片 与我现在的体派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必须再向各位强调 那个认识我的人 那是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朋友的聚会 那么也是一个庆生的聚会 然后朋友的朋友的友人 在场那么多人 请问十多年前 我还是小党工的时候 的一场的朋友的聚会 你在大选六十天的时候 你对我这样恶意的指控 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当 所以本人也决定 就是我请大选律师团的律师 在完整收证之后 就会进行提告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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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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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